北京那么一两个电视台 美国人就告诉我 说美国人有一个说法 说是这个电视剧啊 是白痴写的 白痴演的 白痴看的 有些人呢当初啊 不是白痴 看多了也就变成白痴了 我呢现在我就体会到这个了 为什么我说我 你说我看我确实就是为了休息 另外呢我也很尊重 这些演员的劳动 另外导演呢包括什么布景啊 你不是那旗袍 那旗袍那个跟日本怎么斗啊 我没有兴趣 他那穿那旗袍 那个演员呢他的条有好 叫罗海琼 王老我得给你介绍 你是不是请到这个 请到你这三十行来 把张老师换点 马上让位 他穿的旗袍真漂亮 哎呦 反正他有这个 你看他多种审美 有多种乐趣 是在这 没错 一说的旗袍 这还中国化很厉害 我刚才想有一个什么 就是说他有一个必然性翻拍 尤其是翻拍韩国和日本 因为这两国家 又是亚洲文化 跟咱们这儿有文化有 有同质性 对吧 又一个呢在这现代化改变 现代化的这个发展当中 正好走在咱们前边 等于从这种新的电视剧的品种 咱们刚起步 你知道当年就拍第一 渴望的时候也有原型 他们这些室内剧怎么传的 也是看了好多 比如墨西哥的呀 什么台湾的 怎么有什么 怎么设这个苦情戏 然后这些家庭两个脚子 怎么打 这都是这么学来的 他有变 然后到了现在呢 你不能再拍那个了吧 那就得帅哥靓女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排场客厅 比如说都市的白领 生活方式确实是越来越接近 你不能说他这个克隆 就是说我们完全就没招 确实生活方式越来越接近了 你要到自己完全再独创出来 我看这个时间还真的是有点 而且我就觉得吧 这个人的这个心里啊 有一种捏脚现象 就是就是 怎么叫心灵捏脚呢 你比方举个例子啊 现在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歌手 叫李健啊 他的这个歌啊 我就老放在车里听 听了好多遍 他的这个歌呢 你可以叫做 就是一种美丽的哀愁 但是呢 哎呀你沉浸在一种 稍微有点忧伤 但是又很美的一个调调力 我可以一遍一遍的放 开车的时候啊 心灵是一个捏脚就按摩 我就发现有些家庭妇女啊 也是这样 他就完全是套活 哎只要帅哥靓女 有点误解 哎呀最后你不理解我 你冤枉我了 最后大家哎呀 同意重归于好 哎呦 眼泪一次次的可以流下来 对他来讲确实 就是不管你不管他怎么俗 哎 他实际上他是符合多数人的 那个那个价值取向的 哎呃 比如说韩剧里头吧 他还是提倡 就是对长上要要尊重 对对爱情吧 要忠贞 你不要老弄个什么第三者 第四者小三小四的 你别你别能那个 你玩那个没玩不出什么好结果 哎 这个还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家庭伦理 这个一般排在黄金党 他的确针对的是这种主流观众 而且以中老年观众为主 我觉得 你看那是青年的那个是 他在那个时候 他不在电视机前面 比如他在网吧呢 或者他在外的 但是呢 那就是说这种这个心灵捏脚现象啊 我就是说呃 必须也有一点呢 成年人可以可能没有问题 但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这个发傻的这种现象啊 呃 就是这是国际科学界研究证实的 比如说孩子 每天看电视的时间 建议不要超过三个小时 因为这是有科学证据 你要老是这么 因为他是被动的 而且是不费脑子的 这样呢 明显超过三个小时的孩子 明显表现出迟钝 反应变慢 这美国是严重问题 在大量被讨论 就是这个时间 使得美国的现在教育制度 在衰落 尤其是你出到精英大学 那他还是领先的 但是中小学的 就因为看电视过多 但是也不能一个而论 建议多看我们这种节目 越看越透明啊 看这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另外我觉得王老师 还有一点啊 这个这个还挺重要 就说这些这个 一大堆的这种 这种这个凶杀暴力 实际上是抗战啊 的剧当中啊 他都有个日本因素 对了 是吗 那那抗日的时间 那可不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稍微觉得 我咱们 因为你对这个 你也不应该太认真 因为你要是说 真是根据这个 了解 比如说中日关系史 那您就上当了 是不是 现在呢 跟日本的关系 从总体来说 也还是很不错的 可是推多了呢 有时候 有时候让人觉得 就是这气氛上差一点 因为他一打开 咱们这电视剧 不是这枪 就是上行 要不就是拿烙铁 往身上烙 您这东西看多了 我老觉得 对这个儿童不宜 您刚才说的 我只看过那个风声 那电影 这看完了真是做噩梦 就各种刑剧 然后就是考验你的 真是考验你的神经 您说他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好比20个 好比省级卫视 每天晚上 大家相似的时间 都在说小日本 小日本 小日本 这个会也会形成 一个总体的 他这我呀 完全理解 他这描写的是 抗日战争期间 对 描写这个中国的 这个被侵略的这一方 老百姓啊 对这个侵略的 强盗们的这种仇恨 仇恨呢 但是呢 就是在 就是推击中了 我又觉得 小日本呢 不是不是一个 最最理想的说法 你宁可说 日本强盗 都不要说小日本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小日本 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中国人 骂小日本 是认为他们是 倭寇 认为他个矮 对 可是呢 个矮不应该是 一个民族的弱点 而且呢 人家现在 而且现在有一统计 就中小学生 中小学生 日本人的个 已经超过咱们了 这是事实 对 那个饮食经历 我当年去 就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去美国当学 上学的时候 经常被美国人 误认为是日本人 当时我很纳闷 我说你怎么会觉得 我是 很多人都先问你 猜你 就说你日本 因为我个高 后来我才明白 这是因为 去那儿的日本人 留学生 普遍个子 还不矮 对对对 他面向 而且他感觉 好像因为你 什么吃得好 包括什么健身 什么 这都跟你的个子 有关系 因为我听爱卿 爱卿老 说过 就是那个中日战争 已经开始了以后 那时候他还在法国 他说他有一次 在街上走 就碰到一个 法国人很傲慢的 就说 就知道他是中国人 说你这个 小 小 气诺 你这个小支那 小支那 你小支那 还在法国干什么 你回去 这个 战争云说 当时他听了以后 就非常的反感 我现在听着 我也反感 你可以对中国的文化 有各种批评 你可以对中国的体制 有很多批评 但是不一定要说 人家小不小 没错 像当年西方人 一说中国人就是猪 你这样 因为你要是 从个儿的大小上来说 你中国人 不是欧洲人的个儿 当然咱们挑游名 能挑出来 那你中国 他是十几亿人 全面都几亿人 你挑两米二的 也能挑出来 而且我还说这个 我说 我到处说这个 1949年以后的孩子的 平均身高 比1949年以前的高 他还是 他吃得饱了 但是中国人 我觉得有一个 给别人起玩号 的确容易 从生理特征出发 对 比如说红毛鬼子 大鼻子 他真的不是 针对倭寇 外国人 比如说英文里边 讲中国人的时候 他那个歧视性 真不是从外政 他就叫比如 China man 说起来也没什么 就是中国老 但是他不是 不那么强调 比如我还知道 很多比如对意大利人 叫什么 对什么又爱尔兰人 叫什么 好像都很少有这种 直指你的生理上 让我鄙视的地方 这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当年抗战的时候 是不是确实会骂 这个日本鬼子 是小日本 不 那时候这老百姓 老百姓 老百姓里头 早就 你想 这个 这个倭寇可是不止 抗日 早就 可能他们原来的 这个身材方面 确实 不过我去日本的时候 有日本的朋友 好友好人士 他们说过这种话 说日本人呢 很羡慕中国的女性的身材 觉得比日本人 有个统一身材 不是 他日本人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叫 sterotype 就是 这可能是夸张的 就是叫萝卜腿 这我说 所以他也许 他指的是这个 是不是跟穿这个木质 内拔字 有关系 还是什么 对了 可能反正有点 有点关系 对 这个 咱们竟说这个电视剧的 负面的东西 我说一句正面的东西 就1987年 我去英国的时候吧 跟几个英国作家谈 有一个电视剧的作家 他很认真 而且他是左翼 他说他为什么要写电视剧 就是要为 这个劳动人民说话 就要把英国的 这个劳动人民的 这些苦处啊 表现出来 当然咱们这儿 也不是说 都是我说的那种 也有现在正在播的 那个中央一台 那个东方吧 您看真多 里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是写毛泽东 在建国初期 到苏联去 和斯大林的那些 磕磕碰碰 那这个有吸引力 而且这个他很认真 他不敢随便下说 他都有那个解密的 这个他可不像写抗日 写抗日 您爱怎么随便 没错 你写国民党那个 那军统 你也随便编 可是那个 跟苏联那个 句句都有 重大历史依据啊 咱们的电视剧工作委员会 王老可以兼任一下会长 整天在家里看电视剧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我现在看到他 会很惹 他的课计 我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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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来